同學如果你留意看 A B跳到E 就中間有東西 聽懂嗎 A B怎麼會是E 所以要嘛就是隱藏 要嘛就是我現在這個凍結的概念 那左右沒有所謂的滾輪 只有上下這個地方可以用滾輪 聽懂齁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記得 如果有東西看不到 有可能你要搭配下方這個水平的這個軸線 好那所以待會這邊請各位留意一下 好那我們來複習喔 同學待會我要選取我們的A4到J4 A4到J4如果以你們的範圍選取 你們一定會A4滑選到隔壁這樣叫做選取 對不對 好這個沒問題 可是如果未來資料列很多 知道藍很多有沒有快速方法 我們複習點到其中第一個A4的格子 剛才是Ctrl這次幫我練習Shift鍵 Shift鍵將待會我用這個好了 我用平時成績 我要三個這個成績 我要這三個成績用顏色不同 好來點選C4 Shift按住往右往右 有沒有發現我選的這隔壁的格子 有沒有感覺 所以Shift的動作是選隔壁 如果我又多了方向鍵 往下就是這個資料列的 所選到的藍的下方的列被我選到 假設我待會要10號這幾個人 聽懂嗎 好所以我待會要請你們幫我練習的是 利用C4格子選取 Shift鍵往右往右兩下 一次一下喔 以下就放手 去特殊的幫我用不同顏色 是地板的顏色是油漆筒 去選不同的顏色給我 OK 好這是一個練習 可是同學待會我要的是 假設 姓名 所有姓名我都要出題 而且要藍色的字 聽懂的題目 來到我們的B5格子 同學如果要Shift對你而言 是不是好過分 一直按 好累喔 好 兩個方法都交給你 點第一個格子B5 滾輪先搭配不可以 現在先按Shift鍵 滾輪往下滾 我的目的待會審惠屏 是我的最後一個格子 看到之前先按Shift鍵 再對著我的最後一個格子 點選 這樣叫做連續選取 再一次喔 點到其中一個格子 往下我要選取 先滾能滾到看得到我的21 Shift按住 再對著它點最後一個格子 中間你不用去處理 只要點 這是方法一 去幫我做出題 OK嗎 好 取消選取 任何格子點一下 就叫取消選取 方法二 請你來到我的B5格子 好 這次我要連續的資料被我選取 剛才我說Shift是往下 只選一個格子 Ctrl是到資料的最底端 所以兩個一起按 往下一下結束 聽懂我的需求 再一次喔 游標點到 看你要點這個也可以 假設這個我要開始出題 點到這邊 Shift跟Ctrl一起按 方向鍵往下 一下 就叫做資料底端全部被你選到了 可以嗎 好 好 假設這邊我想要來一個不同的顏色 我用一樣用油系統的顏色來做 我要用字的顏色好了 字的顏色我來一個紫色系 好 到這邊 OK嗎 好來 請你練習 一個是Shift鍵 不放 Shift按住 往右往右 放手去選顏色 第二個方法 請你來到V5的格子 果能先滾下來一點 Shift按住 對著你的最後一個格子 連續選取 去選你想要做的事情 假設我要讓它協體 聽懂嗎 好 第二個是請你幫我連續選取的時候 然後請你Ctrl-Shift往下選舉一下 這樣就叫連續選取 請你幫我做你想要做的事 我們這都是在練習 好嗎 好來給你